HELLO 大家好 這邊是大浩姆克電玩瘋 我是編輯 Trista 我是小玉 那我們這一次要來試玩的就是 PS4 獨佔開放世界冒險遊戲 往日不再 那之前小玉在媒體試玩會的時候 試玩到了這款遊戲 但是我來分享一下 這次來天試玩到的遊戲心得 主要我試玩到的部分 就是開放世界與戰鬥系統的部分 那現在畫面上面看到 我現在主角放了一個絕招 這就是他的技能 其實這個遊戲是RPG非常 RPG要素非常濃厚的一款 開放世界的設計遊戲 那他不像那個 最後升彎者 他是一個AVG 就是一個冒險 就是線性的故事 他是開放世界 你要講的話他會有點像 發快那種類型 就是他有廣大地圖上面 然後會有像這樣子很多的 DNA據點 你要潛進去把他們都幹掉 然後會獲得一些情報 或者一些資源 在這個世界裡面呢 資源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你要想辦法去獲取這個世界 那在戰鬥的部分呢 我們剛剛看到 這有潛行的感覺 潛行是非常重要 我剛剛講到資源嘛 因為資源很難取得 所以我們能盡量少開槍 就少開槍 能用近戰處理就用近戰處理 像我水手拿到棍棒 其實都很強 那可以輪死人 不只是人 其實殭屍類型的 像就是也是可以輪得死 你三四棍就可以處理掉一隻 如果你不是被包圍的話 我很推薦用近戰來處理 然後你們看到槍上面多了一坨的東西 那是滅陰器 這遊戲呢 不論是殭屍類型的啊 或是安息日游人 崇拜 有點邪教感覺的人群 或是一般的那個 怎麼講 敵人 他們的那個 AI都很聰明 所以你能用滅陰槍處理 一隻一隻摸掉 接種他們 要 要不然呢 你被發現 他們一起會來圍毆你 非常的可怕 這遊戲的槍呢 很常是從敵人身上取得 然後限定取材 那所以你幹掉敵人之後 檢視一下敵人身上掉的東西 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本來能夠攜帶 那個槍枝跟彈藥數量 本來就有限 所以你限定取材 靈活運用 靈活戰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剛剛有提到那個 素材是很重要 那素材對戰鬥有什麼影響呢 你有很多的武器呢 像手榴彈啊 或汽油彈啊 甚至是槍的改造 都是從素材來的 所以你要盡量收集素材 你才可以在這個開放世界裡面 生存下去 那你缺少素材呢 喔你很出奇一下就被打死了 因為你沒有多的資源 你可能就只能落跑跑掉而已 那你處理掉這些敵人之後呢 你會有的據點 會開啟像這樣的地下通道 像秘密記憶體的地方 那裡面呢 有很多很多的資源 但是資源是其次 其實最重要的是 這個地區的一些資料 譬如說 這附近有哪裡有殭屍的巢穴 你要去處理掉他們 因為處理到殭屍巢穴會有一些好處 會有資源嗎 會有資源 經驗值 經驗值 對 那Baby可以避開哪些東西 或者是英文玩的還沒有很多 也許跟那個故事主線有關 也不一定 那我現在畫面上面看到這邊呢 就是我們潛行到另外一個基地 喔 在這個遊戲呢 是有日夜變化的 所以晚上的時候的敵人反應 跟白天是不同的 所以你選擇要不要潛入的基地 是白天潛入還是晚上潛入 是也是蠻重要的 殭屍的反應也是不一樣的嗎 都會不一樣 他們的攻擊性會不同 他們的那個看的視野也不同 然後當然你很黑 你看到敵人在哪裡 所以你用標示要mark一下敵人在哪邊 會比較方便 那像這樣子喔 這種情況的敵人很多 那你就是一隻用槍去處理掉 但是 逼不得已就是用手槍直接開 要不然人的話 還是用那個免疫槍處理掉 要不然你被違憂 還蠻難的 這遊戲的難度我覺得 哇有兇 欸有兇 這遊戲是有野生動物的 這個很兇猛 哇啊被捕倒了 天啊 你是要刺手空拳跟他搏鬥嗎 只要逃 真的一咬上去就會受重傷 要趕快去拿槍去處理掉 太可怕了 這個世界真是太可怕了 然後這遊戲中 你會常常騎到摩托車 摩托車是很重要的一個配備 這是狼嗎 這是狼 騎摩托車上也可以戰鬥 摩托車是你非常非常重要的夥伴 你會有改造的時間 你會有很多的器具可以去改良它 那主角呢 除了一般的戰鬥的部分 你會看到有一個像這樣搜索系統 可以看到一些情報 譬如說過往的事情 對過往的事情 然後這邊有誰來過這樣子 或是追蹤 可以看到這邊有活人的腳印 或者是地上有哪些東西可以撿 這遊戲呢其實你要撿東西 如果乍看之下是有點困難 不容易撿到 你要像這樣搜索 咻一掃一掃 那附近有哪些東西可以撿呢 這附近有什麼重要的人走過 這是很重要的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試玩到的內容 其實還有很多的部分 那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 好的 那麼往日不在即將在4月26日 在台灣推出中英文盒版喔 我講一個小小的 那個念他吧 我不知道 因為我玩的試玩版裡面 其實是可以選日文語音的 喔 是喔 我不知道正式版會不會有 就有點期待 因為我有挑日文語音來玩 其實還有點違和這樣 畢竟是一個阿兜啊 對 反正我們玩到體驗版的時候 多過語氣的 不知道那個正式版會不會有這樣子 起碼它是確定是有中英盒版的啦 我還是有點期待有日文好不好 好 那今天試玩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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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